大家好,我是玉琪 我是碧杰 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 即日起,教会开始收资源回收物咯 包含纸类、铜、铁、宝特瓶 都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带过来做回收哦 回收车就停在地下车道的左边入口处 让我们一起把家中的资源回收物带来教会 做建筑的奉献 聚沙成塔、积少成多 神必大大使用这些金钱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仓房中收众百倍 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平息 教会发起了24小时的祷告 地点在红韵文创三楼 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守望 近日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弟兄姐妹选择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 在线上敬拜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进行线上奉献 在视频的当中留言处或是说明处 都有线上奉献的连结 只要你点击连结 跟着步骤就可以完成线上奉献咯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不方便 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 都欢迎与我们联络 我们将有专人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哦 第一个可以到天桥教会官方LINE帐号留言给我们 也可以到天桥教会Facebook专页 或恰高薪如传道 天桥教会今年度的事工招募开始报名咯 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 愿意卫生摆上 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各项事工团队及服事项目 以及报名方式 请恰各区区目及小组长 还有一楼服务台 让我们一起来服事神 同运青少年管弦乐团开始招募咯 欢迎10到18岁的青少年一起来报名 宏运文创提供一个青少年可以学习音乐 展现自信的平台一起来加入 报名请恰宏运文创 邢安琪小姐 FM89.1南都电台天桥知音广播节目 3月22日晚间10点到11点 播出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我们专访到伊凡耶和罗夫弟兄 题目是台湾新美 以上就是本周教会消息 请各位弟兄姐妹 咬亲洗手 戴口罩 时序祭拜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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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